南韓政府為了振興偏遠地區 特地規劃了一項島嶼活化計畫 而且他們的做法就是打造一個紫色島嶼 用童話故事的浪漫場景吸引大量的觀看客 從2019年開放到現在 已經有超過48萬人次造訪 空拍機鏡頭底下 所有建築物屋頂都是紫色的 彷彿童話般的夢幻場景 位於南韓泉羅南道新安郡 名字就叫做紫島 不只建築物是紫色的 連當地居民也穿上紫色服飾 這可不是再玩什麼變裝遊戲 而是為了促進當地觀光 居民主動配合融入風景 這位88歲的正男 從鞋子 褲子 上衣 背心 口罩到帽子 全都是深淺不一的紫色 配合度堪稱第一名 紫島其實是半月島和樸紫島 兩座商林小島的聯合計畫 從2015年開始 新安郡投入48億韓元 相當於一億兩千萬台幣 展開島嶼火花計畫 受到半月島特產的紫色鳳林草啟發 超過2.8公頃的屋頂 重新粉刷成紫色 地面種植大量薰衣草等紫色花草 許多遊客莫名而來 只要身上有紫色元素 就能免費入場 當地餐廳也端上 用紫色餐盤盛裝的菜色 將白米飯換成紫米飯 紫島計畫從2019年正式開放 至今吸引超過48萬人次 前來觀光 小島原本只剩下一百多位 老齡人口 在當地政府努力推廣宣傳之下 觀光客大量湧入 讓死氣沉沉的村落活了起來 然而紫色之島的背後 有一段黑歷史 新安郡多島造成的交通不便 讓當地長久屬於封閉狀態 人口外移 高齡化 十多年前 傳出好幾起拐變孩童 生長人士 農役榨取勞力事件 後來當地政府擴邊警力 努力改善治安 發展觀光 才漸漸扭轉負面形象 島上還有這個打卡點 引用BTS防彈少年團成員的名句 我子愛你 I purple you 吸引粉絲朝生 我來的時候 真的就像在所有的照片一樣 我還不知道 這裡有這個I purple you 所以這件事很高興 看到所有的事件 這件事很漂亮 而成為一件事 會更特別的 在紫色人行天橋上行走 從白天 夕陽到夜景 有不同的美 我穿著紫色衣服 我穿著朋友們來 我還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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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上新冠疫情爆發 出不了國的南韓民眾 大局湧入子島 這裡也獲選為 2021到2022年 南韓觀光100選 成為島嶼火化的 最佳成功案例 TVBS新聞綜合報導